几块钱斤的油肠子 这样做出来,味道巴适得很喽 这个油肠菜,给我装点嘛 油肠菜 南山的菜,媳妇伴的爱哟 今天点了个甜意,买点油肠回来 准备整个萝卜炖油肠,弄起哈 牛肠拿回来,我们先把上面多余的油给它湿了 不要湿得太干净,留一点更好吃 再来这样子把牛肠给它翻过来 因为里面比较脏 嫌麻烦的朋友,直接用那种简单粗暴的方法 把它剪开就可以了 再来加入一些盐,面粉 这样像洗衣服一样,不停地抓肉 要把上面的粘液洗干净 这样子反复洗两次 这个牛肠基本上就干净了 洗干净的牛肠 我们冷水下锅,炒一下水 加入一些白酒,去除它的腥味 炒好水的牛肠,我们把它打起来 再来把上面的血沫清洗干净 再来把它切成结 牛肠切好了 接下来我们切个烧油,热个冷油 先把锅子好,再下入牛肠 这样子来煸炒 把它的水粉给它煸干 把油脂给它煸出来 再加入老姜 八角,花椒,桂皮,香叶,干辣椒 一起煸炒 这样子炒香 把香料的味道给炒出来 再来淋入一些白酒 去腥 这样子把牛肠炒香了 就把鸡巴倒在高油锅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炒料 锅里加入油 先下入干辣椒,花椒,香香 再下入姜蒜,爆出香味 下入豆瓣酱 炒香,炒出红油 豆瓣酱一定要炒香 才美得生豆瓣的味道 再来加一块和菇料 这样子味道吃起来更浓厚 炒香了 就加入生命的圆泉 这样子大火煮几分钟 把味道煮出来了 我们就把炸给它打了 再把它倒在高油锅里面 加一些葱 我们盖上盖子 上期我们算时间 要压三十分钟 牛肠比较来煮 如果我们直接煮的话 起码要煮一个多两个小时 压牛肠的时候 我们就来把萝卜处理出来 这种圆萝卜非常的嫩 非常好吃 现在 萝卜小花皮 我们来给它切成块块 这样切成菱形块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我们的牛肠压好了 我们先用冷水给它冲凉 高压锅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把气全部放进了 再开锅 不然非常的危险 压好的牛肠 我们再来把香料葱给它煎去不用 再把切好的萝卜倒进去 盖上盖子 上期三分钟 这个萝卜就可以了 煮好的萝卜流肠 我们再加入鸡精 胡椒 白糖 给它调味 再来给它舀到烧热了的沙锅里面 最后我们放上一些香菜 最后一端上桌开饭了 30块钱的油肠厂 今天整了一个沙锅 萝卜油肠 嗯 朋友们 这个油肠子 还好多好吃的哈 有便宜好吃 喜欢的朋友们可以 回去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哈 你们— 第一个 真的很 无论 在得 在 它 现在